向左和郭碧婷这对情侣,从结婚开始就备受关注,郭碧婷自从怀孕生孩子后,就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,向太就像他们夫妻的代言人,愿意在社交平台上传达他们的现状。 在之前的一次活动上,有媒体曝光了向太一家向华强的照片,由于他们的好朋友肖敬腾也参加了,我不得不说缘分是如此奇妙,当看到肖敬腾和向华强在一起的照片时,网友们不禁感叹,这两个人是父子,简直如胶似漆,郭碧婷产娃后,公公向华强心情大好,打扮越来越时髦,肖敬腾穿着米色的高领毛衣和卡其色外套,而向华强一直搭在肖敬腾肩膀上。 这种关系可见一般,不是家人比家人好,大家都说相处久了长得越来越像,说的就是他们,从平时的互动可以看出,像华强一家有多喜欢肖敬腾,他们会时不时地帮助肖敬腾宣传,便写道,虽然他们不是自己的,但他们像自己的儿子一样孝顺我们,这个评价已经相当高了。 作为亲儿子,杰基在造型上选择了黑色套装,成为父亲后,显得成熟稳重,向太一直给我们一个坚强高效的形象。 然而,那天晚上向太的状态并不明显,尤其是他之前一直没有从病中恢复过来,整个人很瘦很憔悴。 即便如此,向太的身材还是非常抢眼,他穿着印花连衣裙和宽松的款式,瘦了很多,他无法通过烧爆自己的头,来阻止向太的虚弱,他需要儿子杰克的帮助。 但是那天,媒体并没有捕捉到郭碧婷的身影,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家带着宝宝呢?